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百只羊掉了一只 那位牧人关心那九十九只 还是那一只 地上有一个人悔改 天上的天使天君都为他们欢喜快乐 所以我心里充满了感恩 也充满了悲伤 因为长江后浪推前浪 前浪死在沙滩上 我已经传福音再过两天就六十年了 我看见神的恩典 我非常喜欢来江子翠行道会 没有别的原因 因为你们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诗的一句 两岸原声提不住 青州已过万重山 听过吗 我从小就憧憬 到了山峡 上面有猴子 有猿在鸡鸡鸡 然后我坐一个小船 怎么样 很快就过去了 请问你 这样的场景 有没有可能实现 快点 没有 因为山峡已经建了霸 那一块已经水域没有了 所以刚称赞 你们收回我的称赞 上游天堂 怎么样 我从小想去杭州 什么地方 西湖 美不美 几年以前我去了 感谢上帝 新生命小组教会的顾牧师 就安排我去杭州讲道 他说你顺便去休息一下 感谢主 我住了一个地方叫 西湖国宾馆 由武警把守 等闲人不能进去 我离那个西湖 我住的地方大概就到墙那么远 好不好 好漂亮 旁边还有个石碑 毛泽东在此学习英文 所以毛泽东就是蔡英文 听懂了吗 因为人家问蔡英文 说What's your name 英文蔡 人家问我 What's your name Darling Fine 上有天堂 下有苏行 我去了苏行 我去了西湖 你猜我去了天堂没 有没有可能去天堂 天堂在哪里 只有这本书 向我们说明了 天堂在哪里 马太福音25章 大概34节 创立世界以前 为你们预备的国 就是天国 上帝创造宇宙万物 同时创造了天国 在天国里 创造一对男女 叫什么名字 亚当夏娃 原来被造的亚当夏娃 有没有死亡 快点 有没有眼泪 有没有疼痛 有没有疾病 天灾 人祸 非洲猪瘟 PM2.5 秃头 香港脚 有没有工作 没有 整天无所事事 游手好闲 等死又死不了 修理 管理 治理 享受上帝的万物 生养众多 变满全地 上帝原来的规划 人永远留在天国里 天国就在人间 可惜 亚当夏娃 没有听神的话 听了谁的话 亚当听了谁的话 所以 从这些声音发展出来 丈夫不可以听太太的话 对吧 对吧 你敢说 对 我都不敢说 不可以听太太不应该讲的话 对吧 上帝说原种果子怎么样 都可以吃 对不对 芭蜊呢 榴莲呢 这样我可以讲到12点 香瓜呢 百香瓜呢 张牧师的脸都绿了 什么果子不能吃 有一个教会说苹果 求主怜悯 什么果子 为什么是非对错 yes or no right or wrong black or white 上帝决定 人决定就完了 怎么说 现在我们大法官要推动 通奸除罪 上帝说奸淫是罪 大法官要通过 废除死刑 上帝说死刑不能废 上帝是第一个 和最后一个宣布执行死刑者 大法官要推动 堕胎合法 上帝说堕胎是谋杀 上帝不喜欢 所以上帝是非对错 上帝决定 亚当夏娃吃了分别上果子 被赶出什么 伊甸园 从此以后 有没有死亡 大家说 长生不老是人的本能 因为人原来是长生不老的 所以 秦始皇派了五百同男同女 到日本干什么 长生不老 法老王为什么要做金字塔 长生不老 法老王为什么要做木乃义 长生不老 人有永恒的本能 传道书第三章 鲑鱼会回流 本能 鸽子会回家 本能 长生不老 本能 子余至善 本能 真善美 本能 但是人被赶出伊甸园 请问你 当时人还能回去吗 有谁把那个通往伊甸园的路封了 天使 叫什么名字 基督伯 从此以后人再不能回到天国了 天国也不能在人间了 但是 约伯说 你是上帝 你的执意不能拦住 所以神就从创世纪第三章 规划为人类预备通往天国的钥匙 谁 耶稣 所以整本旧约讲什么 我研究一辈子圣经 我现在发现旧约的核心就是 上帝为人类预备 米赛亚 旧约有一本最有名的书叫以赛亚书 大家听过吗 听过吗 尤其在圣诞节时候 我们常用这段圣经 他说 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儿子赐给我们 正权必担在他的 他的名称为 奇妙 测世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对吧 对吧 童女怀孕生子 他的名要叫什么名字 以马内利 什么意思 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失去了神的同在 这个米赛亚生在哪里 犹大帝的伯利恒 他一定要是谁的后代 大卫的侦 对吧 对吧 照了上帝的规划 到了新约 谁来了 米赛亚来了 谁 耶稣 耶稣有三个重要的事情 在世界上发生 第一 他为我们降生 请问你 耶稣生在哪里 什么地方 乱讲 耶稣生下以后 放在马朝 那批人说 他生在马朝 我不好意思责备你 因为看在张牧师的面上 而且他太太姓范 耶稣生在哪里 伯利恒 放在哪里 马朝 这叫什么节 圣诞节 对不对 对不对 耶稣死在哪里 最后说两个字 是什么字 神跟人中间的桥梁通了 上帝用无罪的耶稣 代替了我们的罪 给我们开了一条右心 所以这个节叫什么节 复华节 我真受不了你们 什么节 受难 什么圣诞节 这边好像是 林良堂派来的 来卧底的 周神柱派来的 叫什么节 受难节 第三天从死里怎么样 所以今天耶稣是死的 还是活的 大家说 这基督教跟所有的宗教不一样 我们有没有经典 有 他们有没有经典 有 我们有没有仪式 他们有 我们有没有 有 他们有没有 有 对不对 我有一天在慈基大学 碰一个和尚 他说阿弥陀佛 我说以马内利 大家光头对光头 对吧 但是注意听 所有的宗教没有复活 耶稣复活了 而且不再死 感谢赞美主 我好喜欢一节 保罗在圣灵默示下 伟大的宣告 他说我已经以基督 现在活着的 乃是基督 所以感谢主 耶稣大声地宣布说 我耶稣就是道路 生命 没有道路 不能通上帝 没有真理 不知道道路 没有生命 通了上帝也没用 感谢主 他三而合一 道路真理什么 生命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 马太福音十六章 我们请同工把它放出来 马太福音十六章 我们一起来读 就问门徒说 人说我人子是谁 他们说 有人说是施洗约翰 有人说是羽利亚 有人说是耶利米 或是先知里的一位 耶稣说 你们说我是谁 西门彼得回答说 你是基督 耶稣对西门巴远纳 说西门巴远纳 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不是属血气 指示你的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 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 建立在这磐石上 阴间的权柄 不能胜过他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 好 请问钥匙做什么用 乱讲开锁的 什么开门的 你们这个教会不能称赞 钥匙做什么用的 开锁 锁做什么用的 锁门开门的 对吧 对吧 对不对 请问你 我如果今天有中央银行 金库的钥匙 那些金子是不是我的 是我的 你们有没有人去过 中央银行金库 在新店的乌来路上 靠左边有铁丝网的 我地形已经看好了 你们教会如果建堂的话 我们就一半一半 这一段把它剪掉 悠悠卡是不是钥匙 让我可以进捷运 让我可以进公车 对吧 餐券是不是钥匙 大家说 让我可以享受美食 提款卡是不是钥匙 大家说 让我可以提款 对不对 所以天国的钥匙 让我给什么 进到天国 耶稣是唯一的钥匙 很多人跟我挑战 为什么只有信耶稣 能够上天国 条条大路通罗马 条条大路通天堂 新乘则灵 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 我说很简单 我叫范长老 你家里电话几号 随便播 新乘哲铃 你打到我家吗 回答我 回答我 各位女士 家什么男人无所谓 新乘哲铃 对不对 回答我 看什么医生无所谓 新乘哲铃 对不对 我一个朋友 开兽医诊所 他吃我豆腐 范哥来我诊所 照X光 照超音波 照新电图 照这个CT scan 加上这个MRI 他把我当什么 畜生 我就告他的岳父 我说你的女婿 把我当畜生 他说我女婿开 我感冒 我吃他的药 求主怜悯 打电话 一定要拨对号码 看电视 一定要对准频道 对不对 开钥匙 一定要有那把 开索一定要有那把钥匙 耶稣是唯一的钥匙 那么请问 天堂天国到底在哪里呢 我们一起来看 路加的十七章 有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 路加十七章二十一节 如果可能的话 你打开手机 因为这段圣经 我没有给同工 所以他们不一定能够放出来 路加福音的十七章 找到没 如果你有带手机 来打开手机 没关系 有了 有了 我们一起来念好吗 谁不念 谁秃头 快点 耶稣 耶稣回答说 不是 人也不得说 看哪 看哪 在哪里 因为 心里又做什么 所以神的国在哪里 每一个相信他的心里 神的国在哪里 在每一个相信人的婚姻里 事业里 人际关系里 职场里 学校里 好不好 大家说好不好 请问中华民国台湾 有没有很多世界一流的福利 什么 阿们 我们一个好朋友 张正华牧师夫妇任的 张恩杰的爸爸 张子平 我的好朋友 他的太太过世了 女儿说爸爸来美国 三个星突然得了急性盲肠言 赶得回来吗 快点 赶不回来 就在美国住院开刀 最后好回来 你猜他花了多少钱 大家猜 这段时间从讲道的时间扣掉 你猜 二十万美金 卖一个房子 我二零一二年得了圣衰竭 现在完全好了 但是我需要每三个月追踪 各位听懂了吗 所以医生在最近就安排我照CT 抽血 咽尿 给了我三个月保养身体的药 你们猜 我到荣总 这是教学医院 收费最什么的 最贵的 对吧 你猜我花了多少钱 猜对的话 我一根头发给你们 大家猜 多少 一百五 太多了 我也没问你蛤蟆怎么叫 你啊 一百块 所以不吃白不吃 我每天拼命吃 聚会所的一个弟兄 亲口跟我讲 他跑到美国去开会 从芝加哥坐飞机到洛杉矶 飞机快要落地了 猝死 两个医生在飞机上帮他电极 然后送到家 急诊 然后送加护病房 最后用了液克膜 整个过程他完全好了 这是神机 对不对 对不对 你猜 医院向他要多少钱 大家猜也不肯猜 我们安静默想 求神给启示 你们猜 当然很多 否则我不要你猜了 各位听懂吗 你们猜多少钱 多少 我们好像在标价钱 张牧师多少钱 一千六百万 美金 我再问一次 台湾的捷运怎么样 世界一流 除了文湖县 因为那个车子太小 听懂了吗 台湾的风景怎么样 世界一流 台湾的美食怎么样 世界一流 台湾的美女呢 大声说 阿门 你们自我感觉良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 天国就在我们的心里 透过耶稣基督 上帝一切的丰富 进到我们的心里 这是我传福音几十年 唯一讲的 请问 我的儿子今年的十月 对不起 今年的三月 把这个手机给我 我就发现 这个手机好不好用 大家说 他在苹果工作 所以他买手机比较便宜 OK 今天我有个朋友 他非常有钱 绝对可以买这些手机 他的头脑很好 马上就学会用手机 可是他没有手机 他不用手机 我怎么样推荐他用手机 大家快点讲 啊 什么 什么送他一个 我说他很有钱了 你还要我送他一个 那你送我好了 那个姐妹 我认得就是那个 我要到普天下 诉说他所作的 一位纪念 要不要听 我把手机示范给他看嘛 可以拍照吗 可以录音吗 录影吗 有指南针吗 回答我 有计算机吗 可以打电话吗 可以打LINE吗 可以打Witchat吗 可以发Email吗 可以看电影吗 我里面 我每天可以看电影 不要钱 我再请问 要不要听 有个叫寻找亲友 我一按 我现在就知道 我儿子在美国什么地方 他的房子有五间房间 我还知道他在哪一间 好吧 有一天晚上 我发现他在半夜 美国的半夜在高速公路上 我打个电话 我说你在半夜在高速公路上 干什么 他说爸爸你怎么知道 我说我已经找到你 他说我连 我在美国都逃不了你的魔掌 我说你在干什么 他说抓宝可梦 各位 手机好不好用 告诉他怎么好用 秀给他看 福音好不好 好不好 我时间的关系 稍微讲一下好吗 没有新耶稣前 我只有人的爱 信一书以后呢 基督因作我们的信 住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的爱心 有什么 有根有基 对吧 当我慢慢有神的爱的时候 求你 我的人际关系怎么样 回答我 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 要信在景象上 刻在你的心板上 这样你必在神和人面前 蒙恩宠有聪明 要不要听 我现在认得的医生一千个 我陪他们成长五十年 现在很多的院长是我的孩子 要不要听 看病不要钱 植牙 多少钱 不能收你钱 你是辅导 我说这样好了 全口都植 不植白不植 好不好 还有人说范哥 你到现在还骑摩车 我前天还在骑摩车 头发都不会乱 我要送你个车子 我说不要 先送停车位 大家听懂了吗 因为停车位比较贵 听懂吗 我前一个月 跑到鼎泰峰吃饭 我账单放在这里 我还没有去结账 有一个姐妹拿来 跑去结账了 我说等一下 我还要加两位 大家听懂没有 他以为真的 他说你要加什么 鼎泰峰最贵的点心是什么 我看你们教会有没有水准 鼎泰峰最贵的点心是什么 今天第一堂有人说炒饭 那个字是饭桶 大家猜嘛 我讲到很好玩的嘛 对不对 你猜鼎泰峰最贵的点心 小笼包 No 松露小笼包 一个九十块台币 不吃白不吃 要听吗 2012年我得了圣衰竭 有一个牧师打电话 跟我说范长老 我愿意捐一个圣给你 哎呀我眼泪流下 我说你为什么捐给我 他说传福音都要活得长一点 所以郑华要传福音 可以活得长一点 三个医生信主 哎好不好 他们以后不仅可以救命 还可以救灵魂 哎呀我流泪 我说不需要 医生说不需要移植圣 我就问我儿子 我说万一爸爸要圣 你要不要捐一个 别人愿意捐 我儿子说你找妹妹要 然后我就找我的女儿 我说女儿要不要捐 他说侄子更年轻 听懂了吗 侄子圣只有这么小 我怎么 各位 你发现你在基督里 得到神的爱 不说还得到人的爱 哎呀 你如果有神的爱 你去给了一点 人就给你更多 你有给人的 人就给你的 用十足的生斗 连摇 大岸上尖下流 倒在你的怀里 各位 我到西班牙讲道 西班牙的一个餐厅 就开在地中海旁边 那个老板跳下去 抓鲍鱼给我吃 温哥华语跟妈妈 要不要听 五个家庭说你随时来 我们五个家欢迎你住 你家就是我家 我们陪你去洛基山脉 弟兄姐妹们 你有了神的爱 你走遍天下 真的 今世百倍来世永生 我再说 没有信耶稣 只有人的智慧 信了耶稣以后呢 大家一起说 敬为耶华士 认识之圣者 你照着圣经做 神给你超然的智慧 神的智慧 再加上我每天祷告 主啊我需要智慧 对不对 大家说对不对 感谢神 我初中到高中读了七年 倒数第三名毕业 最后一分考取成大 没有想到那一年 我信耶稣 每天祷告 主啊给我智慧 好的理解力 好的记忆力 对不对 然后我再加一个祷告 要不要听 我考的都出来 没有考的都不要出来 我祷告错了吗 以后你祷告就是读啊 我读的都不要出来 没有读的都出来 对不对 我离开成大时候 前三名毕业 师大夫中请我去演讲 校长说这是杰出校友 好不好 我最近上维基百科 我输到师大夫中杰出校友 很多类 有政治类 有经济类 有科技类 我查到宗教类 要不要听 我第一名 第二名是个和尚 也是光头的 感谢主 上帝的智慧 上帝的帮助 我要上山 我的帮助 我的帮助 我这一辈子有两三次 已经真的没有路可以走了 上帝开路 山穷水尽 流暗花明 踏破铁鞋 得来 感谢赞美主 上帝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因为在他没有 哎呀 神的智慧 人的智慧 人的爱 神的爱 人的帮助 神的帮助 人的保护 神的保护 我结婚到现在49年 小偷没来过我家 你不要笑 我没有被诈天集团骗过 他还摔我的电话 要听吗 有一天我突然接着一块 爸爸我被绑架了 我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他竟然答不出来 我说你去死也好 你不是我的筋链 他啪啪挂电话 下一次我另外一个办法 要不要听 万一他打来 爸爸我被绑架了 犹大叔第二章 犹大叔根本没有第二章 上帝的保护 我们如果上帝不许可的话 我们的头发呢 如果许可掉光 感谢赞美主 没有新耶稣 有没有平安 有啊 他们婚姻美满 事业成功 生活顺遂 但是有一天碰到事情 就没有平安了 对不对 尤其有钱的 买股票的最不平安 对不对 走在马路上 人家问他现在几点 他说五千八百点 弯盘皆下品 唯独血压高 前年的十二月 医生判定我胰胀癌 要不要听 我回家照吃照睡 照讲道 生有食 上帝说我不会死 医生说我会死 我会不会死 上帝说我会死 医生说我会不会死 我不会死 我会不会死 我讲到没人能睡觉 因为啊医生就睡不着 后来经过另外三个医生的诊断 是水泡 我照吃照睡 我跟我太太说 我已经预备好去见耶稣了 我太太把我臭麻一顿 你只想到你 你知道我不能没有你 结婚以来第一次讲这种话 我跟他拍桌子说 为什么不早讲 为什么不对我好一点 以后我也假装说 我不能没有你 我们也在演歌仔戏 好不好 平安 喜乐 我靠主大大喜乐 在哪里讲的 菲律比的监狱 感谢赞美主 我们以前喝酒 打麻将 看电影 跳舞 泡妞 什么都干了 只有快乐 现在呢 喜乐 靠主大大喜乐 好不好 无花果不结果 葡萄树不效力 橄榄树没有橄榄 牛棚没有牛 羊棚没有羊 我靠要花花花心 要花喜乐 虽然太太不给 零用钱 头上没有长头发 姜子翠行道会 也很少请我讲道 我靠耶稣欢喜快乐 好不好 大家说好不好 再说 没有信耶稣的 只有人的医治 信了耶稣以后呢 上帝的医治 感谢上帝 2012年 我去厦门讲道 厦门人讲什么话 闽南话 脏话人讲脏话 对吧 我也会讲闽南话 我爱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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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吗 对吗 对吧 三天 我72岁 每一天讲 三天讲六场 每一场三个钟头 累不累 到了现场 他们欢迎我 一口气要讲十场 讲得我筋疲力尽 汗流浃背 两腿发软 眼貌精心 口吐白沫 回光返照 2月12号 11号到马尼娜 继续讲 2月12号 礼拜天 早中午 女人属人给我一罐杨桃汁 喝了就挂了 各位弟兄姐妹 杨桃汁里面有神经毒素 身体软 虚弱的人 不要吃 会致命 我不知道 第二天 感谢主 我刚好在 正心院抽血 早上抽 下午 医生说 你早点来看 感谢主 到了下午三点钟 医生看那个电脑 看我的咽血报告 脸色非常沉住 有没有头昏 没有 有没有手麻 没有 有没有脚软 没有 有没有呕吐 没有 自我感觉良好 like my angel 他说你的积酸肝 3.6啊 天呐 各位 我们的肾功能指数 叫积酸肝 正常1.2 到了2就很危险 我3.6 这里有没有医生 你们教会没医生的 我都是靠神医 要听吗 他说一定验错了 你再去抽个血回来 到了晚上5点钟 我的积酸肝 5.1 所有的人到了午觉 洗肾 我当天晚上住院 第二天开始 治我的肾脏 洗肾 要听吗 要听吗 三天以后 我的积酸肝 飙到了13.2 医生的脸都绿了 你们不笑一笑 医生脸都绿了 什么意思 民进党 听懂了没有 医生后来告诉我 班长老 你的肾功能不可逆 一辈子洗肾 我说你不能治 还有谁 大家说 圣经里面 起码有十处的经文 告诉我们 病可以得医治 当然上帝没有答应 医治我们所有的病 这点我一定讲清楚 保罗身上有根刺 上帝说不医治 但是恩典呢 我已经二十年的 社会肾肥大 我可以四个小时 不上厕所 可以了吧 可以了吧 没有想到 三月三号就出院了 到今天 要不要听 抽血的结果 积酸肝1.2 超正常 医生说这是成绩 上帝的医治 上帝的帮助 上帝的安慰 上帝的喜乐 上帝的智慧 上帝的爱 要不要 大家说要不要 天国今天就可以在你的心里 天上帝的高度 上帝的眼光 哎呀 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 上帝的热情 弟兄姐妹们 我传福音传到现在59年 我里面还有passion 我昨天在大龙东一个教会 我前天在台北科技大学 我礼拜四在花莲 早上九点钟出发 晚上九点钟回到台北 累得我办事 但心里充满了什么 热情喜乐 对不起 我这个表 以为我刚拍桌子 因为摔倒在地上 各位听懂吗 他要准备打电话给119 这是我儿子送我的Apple Watch 不拿白不拿 有没有听懂啊 他给我 我一把抢过来说 你享受我享受 你享受我享受 大家听懂吗 听懂吗 听懂吗 我再问一次 天国在哪里 心里 你想说了没呢 请问 当我们到一个风景区 有没有风景区的地图给我们 有吧 有没有导游带我们导览呢 请问你 我怎么样可以看完 每一个风景区的特点 看地图 我怎么样能够跑完所有的风景区 导游怎么带我们走 我们呢 就怎么走 对不对 我最近 我去美国二十几年了 好多次了 我儿子最近请了两个礼拜假 把我带到一个地方 我从来没去过的 不知道有没有人去过 有情与举手 叫羚羊骨 羚羊 要不要听 漂亮的不得了 先拿一个导览的图 然后我们就照着车子跟它走 对不对 到了现场有个印第 因为他们是印第安的保留地 所以有印第安的导览 一定要坐他们车子 这个 去的时候可以拍 回来不可以拍 我们就拍了 等一下有兴趣 我给你拍 漂亮的不得了 各位 天国 丰不丰富 大家说 以佛所书第二章 第三章告诉我们 测不透的丰富 可是 你为什么没有跑完 你没有按照圣经的画作 我按圣经的画作 我就享受很多 天国的恩典 要听吗 我刚刚信耶稣 一进教会 大家马上问 这个礼拜有没有十分之一奉献 我才发现教会要干什么 十分之一奉献 对不对 请问你 你步道会有没有听过讲员说 要十分之一奉献 我从来不讲的 各位听懂吗 我一个到教会 原来教会要奉献 我们中华民国的所得税高不高 大家说 很高的 一条牛拨两层皮 以后我妈妈给我生活费 我大学生就十分之一什么 一直到现在 请问 我越来越穷 我越来越穷 对不对 回答我 马那基书三章十节 它要打开什么 请服于我们到什么程度 无处可容 我现在惊艳了 朋友们 我的衣服穿不完 你看我这件皮衣怎么样 二十几年了 穿起来像新的一样 气质的问题 谁在讲话 OK 我衣服穿不完 我的食物吃不完 我头发掉不完 我钱用不完 这是神特别的恩典 神的供应 我经验了一节圣经 要不要听 我们一起来背诗篇二三篇 第一节 耶和华 我必 感谢主 上帝的供应 上帝的奖赏 如果我好好的服侍主 有一天上帝会对我说 好 你这又什么又什么的仆人 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可以得上帝的奖赏 各位有没有人希望 长寿的 你们不希望都是要修呢 你们有没有人希望长寿 不希望 而且健康哦 健康我们除了人的医治 还有谁的医治 那么有没有人愿意长寿 回答我 长寿可能吗 当然不可能啊 因为生有时 所以上帝已经注定了 那怎么可能长寿呢 要不要听 言长寿 真言四章十节 请同工把他放出来 我们一起来念 请 就比什么 所以原来上帝规划我可以活五十年的 我敬畏一华 什么结果 六十 上帝原来规划我六十岁的 我现在敬畏上帝 什么结果 七十 我从小算命的 很灵验的 后来我发现他里面有邪灵 他说我活不过六十五岁 我今年七十八 年年 你们觉得我气色怎么样 上帝的恩典 回光返照 如因 no 烦恼还童 如因 展翅 上腾 感谢赞美主 言长寿 好不好 世界上的人 富不过几代 三四代 对不对 那敬畏一华的几代 出埃及记 二十章第六节 爱我耶华 守我耶华 诫命的 我要向他们发辞爱道 千代 世界上的人是 王小二过年 你们不会讲 一年不如一年 我们基督徒是 活得越长 领得越多 恩上 利上 乐上 荣上 感谢赞美主 我这五年来 神给我恩典 超过过去五十五年 谢谢主 上帝的眼光 上帝的智慧 上帝的安慰 上帝的能力 中学老师说 不用考大学了 你有没有希望 我竟然成为 台湾最大顾问公司的 创办人之一 十大建设 我们做了八个 上帝开花 腐朽为什么 神奇 黑暗变什么 光明 冷漠变什么 热情 圣灵是火 在里面燃烧 我传了五十九年 明年 再过两天就六十年了 我里面还有passion 我坐一个火车到台东 为一个教授 祷告完了 就回台北 活得很快乐 要不要天国在你的心里 大家说 耶稣对彼得说 我把天国的钥匙怎么样 给你 你在地上释放的呢 你在地上捆绑的呢 所以天国的钥匙 今天在谁的手上 快点 张牧师 回答我 每一个基督的手上 你打开 人就可能进去 你不打开 人永远进不去 彼得有没有打开 天国的门 快点 第一次打开 多少人进去了 三千 第二次多少 男丁五千 你们性别歧视 加女士呢 一万 谢谢主啊 耶稣跑了十个小时的路 跑到撒玛利亚 跟一个声名狼藉的女人传福音 对不对 对不对 他把天国的钥匙给这个女人 求你 这个女人后来什么结果 你们不知道 他回到村庄里 带了整个村庄的人信主 约翰福音第四章 大家有没有听过人叫菲利 就是菲利牛排的菲利 要听吗 有一天 天使说往南走 到耶路上 加沙路上去 那路是荒郊 大家配合一下吧 荒郊 鸟部 鸡部排泄 我怕你们讲脏话 菲利去了没 不料碰见一个太监 对吧 对吧 没有想到太监走在路上 跑到耶路上坐礼拜 回来很失望 找不到天国的钥匙 老树孤腾灰压 小桥流水瓶沙 古道西风寿马 西洋西洋 什么样 断然在这一样 圣灵说 你去贴近那车走 菲利就跑到太监那里 跟他传耶稣 对吧 对吧 请问你 什么结果 太监就信了耶稣 欢欢喜喜地走路 对吧 以后太监就回到了非洲 建立第一个非洲的基督教国家 福音就跨了一大步到了非洲 各位 我再说一遍 钥匙在谁的手上 基督徒 对不对 你要不要告诉他福音的好处 跟我一起说 人的爱 加上 人的智慧 人的帮助 人的供应 人的医治 人的能力 人的眼光 人的高度 人的保护 讲不完 看一张照片 简英才博士 要不要听 他是全台湾六个吉他博士里面一个 1985年 他在大学读书 参加校园团期的福音营 五天 前四天 他在睡觉 为什么 讲员讲的他没有兴趣 所以他就跟妈妈讲 妈妈我要回家 妈妈说 还剩一天了 请你再熬一天 他就熬了那天 那天 最后一天我讲 你笑什么 那你来讲好了 我那天讲得很简单 我说各位 这瓶水好不好喝 你怎么知道 喝就知道了 对不对 这个假发好不好戴 你怎么知道 这个衣服合不合身 你怎么知道 这个车子好不好开 怎么办 开开看 对不对 这个房子好不好住 怎么办 有住住看的 有啊 灵口养孙可以试住 双联安养中心可以试住 你不要呼隆我 那对不对 对不对 那个电影好不好看 怎么知道 要看看看嘛 信了耶稣好不好 怎么知道 他就信了耶稣 前阵子我请他参加 我的范大林会客室 张牧师也参加过 要听吗 你猜他告诉我 从1985年 他信耶稣到现在 他带了 他向多少人传福音 感谢主啊 我刚才看你们的头影片 我很感动 我拍了照片 张牧师说 我们很多教会在传福音 乱讲 有些教会不传福音的 我不骗你 我最近有一个团企 我不去了 他们四十年不传福音 我说我不要浪费了 我的时间给你们 你猜 简英才 从1985年到现在 向多少人传福音 大家猜 猜对的话 两根头发 我现在拖时间 因为没有什么考奖 我们就拖到 11点5分 快点 大家猜吗 当然是很多 否则不要你猜了 各位听懂吗 你们猜多少 猜也不敢猜 这个人听我讲到这样子 就是抵抗的意思 这个人也一样 这两个人不是好人 这两个都是黑衣人 多少 大家猜一下 五十万 我心里充满了喜乐 我带一个人信主 他向五十万人传福音 华神的蔡立正院长 我带他信主的 美国牧主先锋教会 江秀琴 我带他信主的 我把钥匙一打开 救人进去 你不进去活该 好几年以前 我去荣总 看三个医生 同时看四个病人 听懂了吗 这位姐妹 你点头 你告诉什么意思 我生病看三个医生 顺便看四个病人 这个叫 然后我跟那个病人讲 我老远来看你 我不能骗他说 我专程来看你 对吧 对吧 看完了 有一个女孩子 我不认得 我在中正楼门口 范长老 等几分钟 我爸爸等一下 从正新医院推过来 请你为他什么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我就等 他爸爸来了 推来了 爸爸这是范长老 去为你祷告 通常病人会说什么 谢谢嘛 对不对 没有想到 这是个怪咖 我这辈子没碰到 要不要听 范长老 我是无神主义 我得了废下的末期 我死都不怕 我后事都准备好了 我不要你祷告 哇塞 我还好 EQ还不错 要不要听 否则我说 你去死好了 你以为老子 喜欢为你祷告 对不对啊 我有EQ 要不要听 我说老先生啊 你死都不怕 后事都准备好了 那你来荣总干什么 对不对啊 你应该在二馆排队嘛 这个我当然没讲啊 对不对 stand by 不要插队 对不对啊 对不对啊 显然他什么 他是有点怕死嘛 对不对 我说蒋妇人 因为这个老人家 九十二岁 是个黄埔 军校实习期的 我说蒋妇人的皮肤科医生 说我得了红皮症 不能够治 耶稣医治的我 耶稣医治的我 就可以医治你 对吧 我就问那个老先生说 你要不要 他说要 我心里想 老闹闹 小的叫小闹闹 老的叫老闹闹 对吧 没有gots 十分钟以前说 我不怕死 我无神主义 我不要你祷告 我很想讲 见 要听吗 我说如果 你要医生医治你 你一定要听医生的 对不对 你要耶稣医治 你要听耶稣的 相信耶稣 我问他要不要 他说要 这下好极了 我就把福音怎么样 带他绝置 然后为他祷告 求上帝什么他 四年以后 我在第二殡影馆 参加个追尸礼拜 不是他的 要听吗 他的女儿跑来找我 范长老 你记得我 我是记得我 你爸爸最近怎么样 他说最近受洗了 哎 好不好 我心里很想 讲没讲出来 要听吗 还没死啊 高杂拉呢 吃饭浪费私料 开车子浪费油料 穿衣服浪费预料 福音是神的大能 你开 人家就可能进去 你不开 人家就不能进去 进不进去是他的事 开不开是我们的责任 哎 好不好 我现在传福音只有一套 要不要听 在餐厅里面 碰那个人 范长老 基督徒 对不对 我是景美进行会的 他旁边坐一个女孩子 他说这是我的朋友 是老师 我就不理这个基督徒了 你猜为什么 他反而得救了 有没有听懂啊 我去找他老师说 你要不要做更好的老师 求你要不要 谁敢说不要 对不对 我问他 你要不要明天会 我说除了人的爱 还有 人的智慧 人的能力 人的喜乐 以后这个老师就信了耶稣 就在顶太风 个人不道 我不像有些牧师 只有在台上讲道 很少做个人不道 爽 他们就巴掌讲台 我们就在台下 做一点小工 其实你发现吗 个人不道很快乐 一对一 你可以针对他的问题 好不好 那个老师信耶稣了 感谢主 最后讲一个见证 好不好 还有五分钟 总要拖到十一点五分 好不好 有一天我去荣总 我跟荣总的团契 查圣经 查了几十年 有一天晚上 查完了圣经 一个肾脏科医生 叫钟立文 范哥 请你陪我去看你的病人 我每天为他祷告 我每天带他祷告 我每天带他读圣经 我不敢带他绝治 还有这种病人 怪咖 说好 跟你去 谁 蒋伟国 听过蒋伟国吗 我小时候很喜欢他 为什么 他唱一首歌 我好羡慕 哥哥爸爸 曾威达 有没有 他哥哥谁 快点 他爸爸谁 可是他爸爸死了 哥哥也死了 对吧 我哥哥到现在没死 叫耶稣 我爸爸叫耶华 听懂了吗 我叫耶大林 所以我每天唱 哥哥爸爸曾威达 对不对 那天我奇怪 我就跑去看他 他的病房一百平 总统病房 你要不要住 病房一百平 要不要住 打死我也不住 病房 对吧 我去了 他躺在床上 一个礼拜洗三次肾 糖尿病的末期 形容孤狗 以前英姿患发 我说报告将军 今天我第二次看到你 第一次是湖中南将军 1996年的生日 一百岁生日 你在台上 我在台下 他当然很高兴 OK 我就问他 将军啊 这个医生介绍太滑稽了 将军 我带范哥哥来看你 所以将军以为我姓范 名哥哥 听懂 我说报告将军 你认得范汉杰吗 他说我的老长官 我说我长得像不像他 他一看说 长得一模一样 范汉杰就是我爸爸 我爸爸黄埔第一期毕业 前十名毕业 第一个到德国留学 回到中国大陆 就是讲 伟国的长官 听懂了吗 所以我跟他的关系怎么样 马上怎么样 我说你像林语堂一样 都什么意思 我说林语堂 爸爸是牧师 从小就不信耶稣 一直到他老年回到台湾 他才回到主的面前 他说对了 我在大陆就受得洗 我还没有信主 那天晚上就带他绝置了 以后他过世了 他的家人 打个电话给这个医生 谢谢你们带将军信主 各位 那天晚上我把钥匙一打开呢 回答我 他就进去了 钥匙在谁的手里 我们的手里 你先进去玩 听懂了吗 听懂吗 照着圣经的话 你先经验天国的丰富 然后你介绍别人天国的丰富 好吗 好吗 有没有人愿意天国今天住在你的心里 大声点回答我 住在你的婚姻里 住在你的职场里 住在你的亲子关系里 住在你的健康里 有吗 愿不愿意 天国在你的心里 愿意吗 愿意的请举手 不举手的秃头 这是我的方法 张牧师不准用 跟我一起祷告好不好 亲爱的耶稣 你是上帝给我最棒的礼物 你是天国的钥匙 为我们降生 为我们受死 为我们复活 给我们开一条通天之路 今天早上 我打开我的心 耶稣你住在我的心里 赦免我一些的罪 给我新的生命 爱 喜乐 智慧 能力 恩典 住在我的婚姻中 住在我的家庭中 住在我的职场中 住在我的人际关系中 天国就在我的心里 赐福我的家 我的教会 我的国家 有一天成为中华民国 成为耶和华为神的国家 谢谢你听我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